冬奧奪得羽球男子雙打金牌的林洋沛 其中王麒麟 清晨已經解隔離 心情很輕鬆 搭車離開防疫旅館 他已經結束了 謝謝大家 是喔 他有沒有特別 今天林洋生日有沒有打給他了 他睡著了 就剛剛說生日快樂就這樣 甚至有球迷特地連夜從新竹來 就為了見偶像一面跟他合照 好 同意喔 而同樣在十二號解隔離的 還有指中精靈芳婉琳 打扮秀氣 捧著鮮花 要趕回台南和家人相聚 而傾蹄張竹涵爸媽特地開箱行車 來接女兒 大包小包的行李 甚至不少加油卡片 也讓他們覺得格外溫暖 畢竟很難得 然後其實外國教練 給我打氣最多 因為畢竟我比完的時候 其實心情是比較不好的 那他一直跟我講說 其實我已經很好 這個時候聽說只有三箱的東西 他回去是大隊 感覺這一次來講 奧運的那種氛圍很好 然後大家都集中雖然有疫情 可是來講大家把這種 都把它集中在正向 另外柔道男生楊勇偉 雖然低調從車道離開 但仍有粉絲特地前來 想跟偶像說加油 有的沒看到很可惜 但 就是想跟他說 會繼續支持 另外林楊配了李楊 10號晚上就在粉絲專業發文 想對日本線上最深的感激 因為擔心奧運無法如期舉行 畢竟是運動員一生最高的夢想殿堂 不過現在拿金牌回來 聲勢水漲船高 台北悠悠卡公司11號正式亮相 林楊配悠悠卡 不過很多民眾不買單 悠悠卡公司12號宣布 將更換另一個版面 也將在李楊生日當天開放預購 希望外界喜歡 也讓想收藏的民眾 有多一種選擇 三十六